大家好,欢迎来到《齋托哉托之奇案十六》 我是小A 我是小豆 很多人都会凭外表去选择朋友 不过你又有没有遇过外表和真实性格很不同的人呢? 如果见一个人的外表友善就轻易相信她的话 可能分分钟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宗发生在美国的案件 一个外表善良磁场的婆婆开了间宿舍 专门照顾姑父无依的人 这个善举引来了很多赞赏 不过在她的背后原来藏起了一个很恐怖的阴谋 只要你一踏入这间屋 就很有可能以后都出不回来 故事的主角叫多罗西亚 她1929年在加州雷德兰芝出生 在七兄弟姐妹之中排第六 她家很穷 爸爸是采摘棉花的工人 妈妈从事风月行业 父母都有于酒的恶杂 一个这样的家庭环境 父母很明显不会给到什么照顾几个小朋友 多罗西亚的爸爸在她八岁的时候 就因为肺结核而死 一年后妈妈死于电单车以外 自此之后 多罗西亚和兄弟姐妹就变成孤儿 被送了去孤儿院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很凄凉 据闻多罗西亚还曾经受到不道德的虐待 因为自小就经历这么多不幸 所以多罗西亚的成长都出现问题 她的性格扭曲而且会做出很多不好的行为 在1945年16岁的多罗西亚离开孤儿院 一个人去到华盛顿 不过没有什么技能的她 只可以好像妈妈那样从事风俗行业去赚钱 也因为这样她认识了她的第一任老公 弗雷德·默克福尔 她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美国军人 弗雷德对多罗西亚一见钟情 她们很快就结婚 之后两夫妇搬去内华达州的加德纳维尔住 婚后她们生了两个女儿 不过两夫妇对照顾小朋友也没有兴趣 于是就把两个小朋友分别送到亲戚和送给人领养 后来多罗西亚再一次怀孕但不幸留产 没多久弗雷德就和她离婚 结束短短三年的婚姻 离婚之后多罗西亚搬去姓贝纳迪洛 这个地方是加州里面最穷的一个城市 她在那里用偽造支票买首饰再转售逃利 被当地的警方拉了 判了四个月监 在1952年 23岁的多罗西亚去到旧金山 也就是三凡市 为了掩饰自己曾经犯过罪 她作了个假身份给自己 同人说自己是有埃及和以色力血统的穆斯林 多罗西亚在那里认为了一个在商船工作的海员 阿克塞尔、布伦、约翰逊 还和她结婚 婚后她们搬去撒克拉蒙托 不过多罗西亚并没有安安分分地做人妻 她经常喝酒 又会趁老公去行船 带不同男人回家赌钱 还从头封组行业 这样也未够 去到1960年 她甚至自己开了妓院 还因此被捕捕了判监90天 多罗西亚在出狱之后 做出更多疯狂的行为 包括淤酒、诈骗、说谎、自杀不遂等 这些行为都令她老公觉得很烦恼 去到1961年 她老公终于顶不住 将她送入精神病院 多罗西亚在那里被医生诊断为病态骗子 她老公在1966年决定要离婚 结束她们14年的婚姻关系 多罗西亚出院之后 又再帮自己做了一个新身份 扮成一个善良的基督徒 与此同时她又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 就是做护士助理 照顾残疾人士和老人家 而这份工作带给她的经验 亦在她之后犯的案内有很大的帮助 在1968年 39岁的多罗西亚遇上第三任老公 一个是她19年的年轻 罗伯托普恩特 不知为何他们只是结婚不够一年 罗伯托就离开了她 离婚后没多久 多罗西亚想了一个恐怖的计划 她穿上老承的衣服 戴上一副大框眼镜 染白头发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外表瓷长的婆婆 在薩克拉蒙托买了一栋三层楼高 里面有16个床位 由一间公寓改装而成的收容所 在那里积极打造她的慈善事业 多罗西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专业照顾者的形象 她联络不同团体的社工 跟他们说自己可以为瘀酒 吸毒人士 精神病患者 老人家等人士提供住宿和照顾服务 多罗西亚之所以选择收留这帮人 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很少 即是他们出现什么状况 甚至突然消失都不会有人怀疑 多罗西亚向政府申请各种各样的资助 又会狮子拆开寄宿者的信件 在他们的社会 把贴里面扣成一部分的钱 用些钱去捐给慈善机构 设立奖学金等 因为多罗西亚很愿意接收 照顾难度较大的老宿者 又积极投入慈善活动 于是她慢慢在社区里面 赢得很好的后悲 还令她成功打入上流社会 她经常获邀出席不同的社交场合 和很多精英分子打交道 当中包括70年代美国加州州长 可为名利双收 多罗西亚得到的不止是名同利 还有她的第四任老公 在1976年 47岁的多罗西亚和佩德罗 安吉尔、王塔尔玉结婚 不过佩德罗有暴力倾向 又有淤酒习惯 常常对多罗西亚拳打脚踢 于是两个人在几个月后 都是以离婚收场 离婚之后 多罗西亚经常去酒吧搭散年长的顾客 透过花言巧语获取他们的信任 之后毅造他们的签名 盗取他们的长者津贴 不过上德山多中遇苦 他的恶幸很快就被揭穿 于是在1978年 他就因为毅造签名 非法兑现34张不同州的支票被判5年换刑 并且不可以再经营收容所 不过这个判刑 对多罗西亚一点阻吓力都没有 他很快就在之前间收容所附近租了一间屋 偷偷地重操故业 接收无家可归的老人家 他的目的就是 毋认他们的身份 盗取他们的福利津贴 不过今次 他不只是要钱那么简单 在1982年4月 一个叫路斯梦露的61岁女人 在多罗西亚家里离世 警方发现他是因为吃了过量药物而死 多罗西亚和警方说 路斯是因为老公患上绝症而情绪低落 可能是因为抑鬱过度所以自杀 警方见多罗西亚的外形不像是坏人 就轻易相信他说的 将这案定为自杀案 没多久警方又收到一个报案电话 有个74岁的伯伯说 多罗西亚在他的饮饮里下了安眠药 自己在蒙隆间带了多罗西亚回家 还眼白白看着他在自己家手挂财物 警方在1982年8月拉了多罗西亚 法庭经审理之后 判了他三项倒舌罪 判处监五年 多罗西亚在坐监期间 和一个77岁来自俄勒江州的伯伯 艾弗森吉尔茅斯做了不友 艾弗森还对他很有好感 因为多罗西亚在监陆里行为良好 最后只是坐了三年牢就被释放出来 在他放监的时候 艾弗森还特意开着一辆红色福特车 过来接多罗西亚走 他们两个人相处频繁 感情也迅速升温 没多久他们就决定要结婚 不过过了几个月之后 不知为什么艾弗森突然消失了 没人再见过他 在1985年11月 多罗西亚请了一个杂工 在他家家装木板 他给了800美元和艾弗森车的杂工作为报酬 又提出叫个杂工帮他弄了个大约6尺长的木箱 给他放书和杂物 之后叫杂工帮他把箱子运到仓库 不过去仓库的途中 多罗西亚突然要求个杂工在河边停车 然后叫他把木箱扔下海 两个月后有渔民在河边发现这个箱 他见过箱子似棺材 觉得有可疑 于是就报警 警方来打开箱 发现里面是一条严重腐烂的尸体 不过他们一直都辨认不到尸体的身份 直到三年后才证实 他就是多罗西亚的未婚夫艾弗森 警方之所以一直都辨认不到尸体的身份 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艾弗森失踪的报案 甚至连艾弗森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实在中 这几年来艾弗森一直都有拿养老金 而且他都有寄信回去给家人 还在信里面说自己病了 不方便跟他们讲电话或者见面 不过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出自艾弗森的本人 所有东西都是多罗西亚在背后做的好事 随着时间过去 社区上越来越多老人失踪 不过警方就对他们的失踪毫无头绪 在1988年5月 多罗西亚被邻居投诉 她的花园经常传出臭味 而且有很多污英 卫生环境很差 搞到大家都被逼要关枪 不过多罗西亚把这一切都拉到死老鼠 和污隧道 她还尝试用石灰去掩盖气味 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另一方面 邻居又留意到 多罗西亚请了一个叫Chief的酒鬼 帮她在地下室和花园挖了一个又一个洞 又在上面铺水泥板 但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Chief就离奇消失了 在1988年8月 一个叫Chief的蛇工 发现一个她跟进开的精神分裂症老宿者 蒙托亚失踪 她在失踪前曾去过多罗西亚的家 Chief通知警方 警方去到多罗西亚的家调查 多罗西亚说蒙托亚有来过 不过她就说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 之后再去犹他州 警方听完就相信了多罗西亚 不过朱迪就不相信她的说话 她觉得蒙托亚不会是去了旅行 三个月之后 朱迪就蒙托亚的失踪正式报案 警方拿了法庭首令 去到多罗西亚的家里进行搜查 但就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有个叫约翰的租客 站出来支持多罗西亚说的是真话 不过就在警方准备离开的时候 约翰偷偷地塞了一张纸条给警方 纸条上写着 他要我帮他说话 警方立刻带约翰回去问话 证实多罗西亚的家里曾经有住客离奇消失 几日后家里更传出臭味 得到邻居和约翰的供词后 警方再次去到多罗西亚的家里 要求挖开她的花园来看看 多罗西亚不单让他们随意挖 还拿了铲子给他们 挖了一阵 警方就挖到一只皮鞋 脚鞋里面还有一条人类的脚骨 另外又找到一些似是三的布睡 他们问多罗西亚发生什么事 但他就惊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日一早 警方和法医一起去到多罗西亚的家里再挖 多罗西亚跟警方说 她年纪大 不习惯那么多人和那么吵吵的环境 问警方可不可以让她出去买杯咖啡 警方明知那些老人家的失踪很有可能和多罗西亚有关 但都竟然放了她出去 最终警方在花园里挖到七条尸体 分别就是之前失踪的老人家 这一切很明显是多罗西亚的所作所为 不过他们等着都等不到多罗西亚回来 因为多罗西亚出去的时候 已经带着2,500-3,000美元打算走路 警方立刻通缉多罗西亚 与此同时 多罗西亚走了去洛杉矶 他从事顾忌去到酒吧想骗老人家的钱 不过因为他的外貌特征太明显 几日后就有老人家看到电视的通缉片认出他 于是联络警方过来将多罗西亚拘捕 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认为除了在花园找到的七个人之外 路斯和艾弗森的死都与多罗西亚有关 他们甚至认为受害的人数不止九个人 不过因为缺乏证据 最后他们都只是就这九个人的死 控告多罗西亚谋杀罪 这宗案在1992年10月开審 多罗西亚被控九项谋杀罪 不过他否认控罪 控方总共召集了130多个证人 又说发医在受害人体内验到安眠药 估计多罗西亚将在精神科医生拿回的安眠药 加到租客的食物里 等药后发挥之后 就潜入他们的房间整死他们 再用床单和胶袋将他们包住 埋在花园 不过因为事隔多年 这都只是控方的推测 他们无法得知那些受害者是怎样死 陪审团审议了个几月 都只可以就多罗西亚三项谋杀罪达成共识 于是法庭就这几项控罪 判多罗西亚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多罗西亚入狱之后多次接受传媒访问 不过他每次都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他坚持那些人都是死于自然 在2011年3月27日82岁的多罗西亚 在监狱里面因为自然原因离世 结束他疯狂的一生 多罗西亚那间屋之后被人买了 新屋主在买屋之前都知道 多罗西亚在那里做过的事 不过他们一点都不介意 还说没有在屋里遇过灵异事件 后来他们翻新过间屋 开放过被公众参观 逼更多人了解多点这件案 正所谓人不可以茅相 好人和坏人根本就没人看 就算是受药的女人 望落瓷长的婆婆 都有可能是窮凶极恶的罪犯 我们又怎样可以 凭自己的主观感觉 去判断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呢 多罗西亚正正就是一个好例子 告诉我们 主观感受不一定准确 很多东西是可以藝装出来 唯有客观地走出来去看整件事 再大胆假设 小心求静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真相 你们有认不认同呢?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吧 喜欢我们的 记得做齐comment like and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出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订阅我们的instagram150amb 留意着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我们互动吧 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